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今天想跟大家讲一下商业估值 上星期就讲了物业估值 物业估值其实全部都是有型资产 商业估值其实分开两部分 一个就是有型的资产 一个就是无型的资产 其实有型的资产跟物业估值很类似 第一就是找一些比较的方法 譬如每一个行业都有一个 Benchmark 有一个指标 他们的行业可能建筑业 可能是三四倍PE 可能是弱业高增长一点 可能是十多倍PE 有些新的经济可能是三四十倍PE 即每一个行业的爆发点都不同 每一个PE都不同 譬如假设一些旧的经济为例 譬如餐饮业或者建筑业 它可能是几倍PE 很简单 譬如它赚一千万的 成为五倍PE 那它的公司的价值就是五千万 这个就是可以评估到商业的价值 这个是其一的 其二就是我们用成本法 譬如你自己想 如果你由零开始 设计一间公司 由一个什么生意都没有 去到有生意额的时候 你估计你的成本要是多少 有些人会用这个方法 就是去评估一间公司 因为有很多朋友 有时候想卖一间公司的时候 有些人会说 你用PE去计算我 不是那么公允 如果反过来 你由零到去 现有的时候 根本就不止这个PE的价值 有时候跟别人争论 就是争论这个数 最后可能就在中间落物 在PE 和去设计一间公司里面 是做一个叫做协调 那个数目是多少 因为做一些叫做收购合拼 其实大家就去看的东西不同 通常呢 就是那个卖家 就觉得是卖便宜了 那那个卖家呢 就觉得是卖贵了 那作为中间人 就怎样去用 两个大家不同的看法 怎样协调用一个比较 大家是合理一点点 或者是各人让一让步 令到那个城市的几率是高 因为很多人觉得自己花了那么多心血 而你是只不过用一个市场的PE去判断 原来那些公司呢 他觉得不公运 那买家你也觉得 你虽然是用那么多成本 可能你自己做得不好 如果不是你不会卖 那他通常有争论这件事 那这个是用PE去计 那这些都很容易去计 那一间上市公司也好 那一间普通公司 他有多少现有的资产 或者是有他多少生意 那加起来 那这些有型的资产就很容易去评估 但是今时今日有很多新经济 或者是有些商与呢 是比较难估计 好像譬如郭泰那样 他负债就九百多亿 那有型资产就六百多亿 无型资产就是一百多亿 那这个无型资产就是说他的商与 那这个其实是比较 有时候是说都是主观 因为intangible asset 要没有的时候 是可以很快就什么都没有 这个是很 而且很跟红顶白 那越红呢 这个intangible asset 就是会越值钱 就是IP 就是IP 就是IP会越值钱 那有时候如果出现了一些 负面的消息 那这个intangible asset 有机会是变成一个负数 就是说你那个明星是一个负数来的 那令到那个公司是会减值 这些是很神奇的东西 那在今时今日的新经济 有以前在科网股的时代 就他们可能是计算那个眼球 即是吸引多少眼球的i-sport rate 就去做那个评估 那我以前记得我有个朋友 他说他去拿一些科技的分定基金 那他们就用间尺度的 即是说呢 如果你那个投资建议书 是半寸厚 就给五百万 如果是一寸厚 就证明你是比较认真一点 那可能他是给一千万 因为大家都是不懂的 不懂的时候呢 就是用你的厚度 那本《港股仔书》的厚度 去判断你的认真程度 这个是以前科网股流行过 今时今日就很多W股 就回归香港上市 那股值也是非常难估 那我自己去看 通常我用这个看法就是说 你会找到多少潜在的客人 譬如像腾讯那样 他有七亿的用户 那你每一年在这个用户里面 究竟是叫到多少荷包出来 是用你的业务 或者做了多少生意 和赚到多少钱 和他因为他这么稳定的用户 和他有不断地摆生意进去的时候 有多少增长呢 那这个呢 可能是现在科网股 我觉得比较是可以 用来去做评估的一个方法 那还有些是 很多科网股是没有盈利的 那通常都是 有机会是用我刚才说的那个方法 估计他的用户是多少 还有估计他的用户将来会拿到的盈利是多少 将他变成今时今日会赚多少钱的时候 就去给他一个价值 那其实大部分这些科网股 其实都是买那个人 和买那个生意模式 那这些可能是会 有些人会觉得是 没有办法去评估 有些人会觉得这些是虚拟的东西 但是过了这十几年的时候 可能是Facebook或者是腾讯 或者是阿里巴巴 你会看到这些科网股呢 其实他们的增长 是比实质的企业 是大很多和快很多 因为在科网股的年代 是赢家通吃的 就是winners take all 那这些大家要去想一想 这个是一个很难去做评估的东西 只不过就是说你去给这个股价的时候 给那个背后的rational 那个估计方法 是不是一个可以说得通 解释得到的方法 今天想说的就是这么多了 有什么大家可以留言 大家聊一聊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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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